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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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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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ks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吃饱了吗 怎么还这样啊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在你奶奶面前装斯文 没吃饱对不对 我以前跟我爸出去请客人吃饭 也是这样 根本就吃不饱 回家以后还要大吃一顿 吃饱了吗 吃饱了 乖了 我怎么又进你的房间了 我说过不能再进你的房间了 算了算了不管了 对了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呢 我去了你们家西唐的祖屋 见到你妈妈了 那你看到大老爷了吗 我没有见到大老爷 你很奇怪啊 你为什么管他叫大老爷 而不叫爸爸呀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在问我 有没有见到张家祖宅的其他人 也就是大老爷 也就是你爸爸 对不对 我没见到 不过我敢肯定啊 他就在里面 为什么呀 好 我从那个院子里看见了他 小姐 少爷 小姐 老太太屋里的丫头说 让大家都去大厅 老太太有话要说 子清 那我们一起去吧 小姐呀 快点吧 何叔让我们都快点过去 那我先去 你赶快来啊 好 一会儿见 哎 快点 哎呀 来了 哎呀 领带歪了 快进来进来 弄弄好 哎 你说 家里已经好长时间 没开家庭会了 你妈今天突然想到开会 而且是上上下下用人丫头都得到齐 又出什么事了 我也是刚从公司回来 我怎么知道 走吧 都等着呢 哎呀 等会儿我看看 衣服穿穿好 哎呀 不用它 哎呀 反正啊 不管怎么样 你妈都不会看顺眼的 你看 你啊 管住你这张嘴就行了 去去去 我嘴怎么了 我嘴好得很 我这么大头 一张嘴还管不住啊 真是的 韩长兄弟 少爷有事回不来 现在老太太 让全家上下多多可听去 属于要事要宣布 你再帮忙少爷吧 都到齐了 都到了 我们怎么办 都到齐了 都到齐了 后来 这个人成为了 要是上到齐了 要是上将她了 跟那珠奇 好 你给她了 兢兢业业 才使得张家这棵大树 根基稳固 织繁叶茂 最近 张家虽然 突遭变故 只要大家同心同德 齐心协力 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 可是现在 有人散布谣言 把大老爷的生死当话题 说来道去 生怕脚步浑张家这潭水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中间有人说 看见大老爷了 谁看见了 听谁说的 当面站出来 还告诉我 你们背后不是说的挺起劲儿的吗 怎么当面都成了哑巴了 二太太 这事是不是你说的 妈 你可别听别人胡说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说过 二太太 你嫁到我们张家 也快有二十年了 我可从未对你动过家法 我想都新时代了 别再搬出这套老古董了 可是你要不跟我说实话 可就怨不得我了 何叔 老夫人 妈 你你你别生气啊 我 我实话告诉你 这 这话我说是说过的 可我只跟几名说说 跟别人我什么都没说呀 我 你听谁说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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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我 她 你是袁姑娘带来的袁妈吧 我 我 我 你 你到张家 李英伺候小姐 遵守家规 恪守妇道 可你像个长蛇妇一样 挑拨是非 蛊惑人心 来人 老夫人 把袁妈 竹竹张家 老夫人 我 我没有挑拨是非呀 老夫人 大老爷的事 我 我是跟二太太说了 可是 我是听 丫头小凤说的呀 不信你可以问她 真的 我没有造谣啊 何叔 你聋了吗 叫人把她赶出去 慢着 等等 来 来呀 老夫人 如果老爷还活着 老夫人 即使你把袁妈赶出去 也掩盖不了这个事实 袁姑娘 我让你和袁妈住在张家 快点进去吧 可并不是说你们等同与张家的人 张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嘴 老夫人 老夫人 其他的事情我从不过问 可是老爷的生死我不得不问 就是因为老爷死了 我才背上了客死老爷的罪名 后来 还是老夫人您还了我一个清白 可现在又突然间说老爷没死 我如果不主动调查清楚 这其中真假的话 到时候不知道又有什么脏水 会泼到我的身上 再说 我袁静茹也是三眉六聘 堂堂正正嫁到张家的 和大太太二太太是一样的 如果我不算是张家人的话 那他们也不算是张家的人呀 老夫人 竹出袁妈 就能解决张家现在的事情吗 竹出袁妈 就能封住这上上下下几十张嘴吗 好 就算是袁妈她不说 我不说 可是警察局已经下令来调查了 顾探长已经来过我们家了 这件事情 怎么可能可以隐藏呢 老夫人 我看您不如说明了吧 以后不许乱嚼舌根 不许背后乱传闲话 一切要等警察局调查清楚了 自然会把真相公布于众 那样的话 我们大家也就不用互相猜疑 不用提心吊胆了 整个张家又会恢复到平平安安 和和睦睦的样子 老夫人 您说这样难道不好吗 您不许是获得宝尽 您不许是获得的 您的政治是在ある 您不许是获得的 您不许是获得的 也是仙相对的 您不许是乎的 您也许是获得的 您不许是猎的 您也许是这么小欠 您把您的孩子 您想过来 您也是 我还没死呢 他就已经不把我看在眼里了 老夫人 您息怒 别把身子给气坏 我看啊 原姑娘只不过是把话挑明了 那事啊 本来就是这样 你还替她说话 我怎么能替她说话呢 我还不是为了张家吗 这原姑娘的话也有些道理 老夫人您想啊 这老爷的事上上下下都在背后传 您降毒也堵不住啊 与其那样还不如挑明了呢 老爷出山呢 那也是迟早的事 您要是压得太狠 不许人家说老爷没死 那以后老爷出山不就 老夫人 我看原姑娘啊 还真是个人才 您对她呀 也不要太苛刻了 日后 万一她和子卿拜了堂 正式成了您的孙媳妇 她说不定啊 还能助您一臂之力呢 我看哪 我看哪 在这个家 要想指望别人 难 你也别太抬举她 不用说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 是老夫人 我真想不到 静茹姑娘有这样的胆量 她句句话说得那么有道理 连老太太都不得不服她 我应该向她助恶 不对不对 向她至今 也不对 反正她太让我敬佩了 我们去花园走走吧 我们去花园走吧 好 好 紫青 刚才的事 你怎么看呀 你说得对 太好了 还是你理解我 要知道 我也不想顶撞老夫人 可是 我要是不说的话 那袁妈就变成替罪羊了 再说 大老爷这件事情 非但压不下去 还会在背后 闹得沸沸扬扬的 你说得都没问题 只是 奶奶年纪大了 有些事慢慢再说吧 别让她生气 我也不想让她生气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跟她说话 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紫青 要不然这样吧 你跟你奶奶说说 我这么说这么做 都是为了张家好 不是要惹她生气的 我 好了 你还没去说呢 就紧张成这样子了 我觉得很奇怪 你不是和你奶奶最亲的吗 你有什么好怕的 我知道 在张家 每个人见到老夫人 都这么紧张 可我就是奇怪 紧张什么呢 是怕她吗 我倒是觉得呀 老夫人 她平常虽然很严厉 可是她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 你想啊 如果是我们犯了错误 老夫人严厉地指责我们 那我们怕也没有用啊 改正就好了 如果要是老夫人误解了我们 我们就可以据理力争 更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相信 老夫人是个明事里的人 一定可以想清楚的 好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窝囊的 紫青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没有这么想 对了 最近听说 你在公司的表现不错 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这样的话 你会做得更好 谢谢你 袁姑娘 你干吗 还叫我袁姑娘啊 好了 我要回房间了 袁妈她心里一定很难受 我去安慰安慰她 对了 你明天去公司吗 明天去公司 可能还要睡在公司 那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以后会经常去公司看你的 再给你带好吃的 嗯 紫青和袁姑娘在花园聊天 袁姑娘说 您一个人既要管公司 又要管那么大的家 真是够辛苦的了 哦 她真这么说的 是啊 我亲眼听到的 袁姑娘 其实心挺善的 又名势力 说不定啊 还真能帮少爷一把呢 嗯 看来这个袁姑娘 还真不像她那个爸呢 嗯 她要真来找我 我会好好跟她聊聊的 嗯 哎 那你先跟她谈谈吧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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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边等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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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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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张锦臣先生 你这个人有毛病啊 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您是张太太吧 请您进去告诉张老爷 就说日本医生村上 给他带来了张家老太爷的消息 好 张太太 请等一下 我这儿还有一封信请您交给他 我想他一定会来见我的 你不能进去 总经理 他说是您同学 非要进来见您 我拦也拦不住 哦 那 那你先出去吧 紫青 我总算鼓足勇气来见你 你能原谅我吗 原谅 我干嘛要原谅你啊 紫青你不要这么说 你越这样说 我的心里就越难受 由于我的告密 几个同志都被抓了 我每天都做噩梦 梦到处金队在抓我 梦见他们要强逼我 那你为什么要告密啊 这 这都是那个日本人村上逼我的 你就是村上先生 在下正是村上 你凭什么说我不是我爸生的 张老爷不要激动 我到这儿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一切的 你坐 好好好 当年令尊到日本的时候 他只随身带了一个贴身丫鬟 他到日本除了学习商业 主要是为了治他的病 治病 是的 治什么病啊 令尊患了不育之症 你胡说 他怎么可能得这个病呢 哎呀 张老爷不要那么激动 听我慢慢说嘛 当年家父啊 曾到中国学习中医 待在顾老先生父亲的门下 那个时候 张老太爷就已经有了病 可让顾先生左右为难的是 得这种病的主要原因 是由病人的心理障碍 和环境所造成的 租家父告诉我 据家父告诉我 当时张家生意失败 已经破裸了 全靠张老夫人带来的一大笔嫁妆 再加上张老夫人的精明强干 才使张家重新兴旺起来 可是张老太爷 因为在家中的实际地位 被张老夫人所取代 张老夫人呢 又由于每天忙于生意 逐渐冷落了她 所以张老太爷 就得了这不遇之症 她很苦闷 有时候出去寻话问柳 当然了 这也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安慰 可是一回到家中 就无力行云语之事 家夫最擅长的就是 治愈这种病啊 家夫认为 张老太爷要想治好他的病 必须离开 让他感到有压力的环境 顾老先生也有同感 就建议他到日本留学 只有这样才能治好他的病 于是呢 令尊就到了日本了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是令尊的成婚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的事 我不是人 我的良心被狗吃了 还好大家都被释放出来 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无法饶恕我自己 那你后来 后来 后来 后来村上又注意上 你和郑心仪 让我去盯梢 我就是在你们去西堂的时候 看见你爸爸的 又把这事 告诉了村上 我真该死 不知道村上 又会干出什么坏事来 子晴 我知道 我是无法原谅的 可是我今天到这里来 跟你说这些 就是要让你明白 我还是个中国人 我不会再昧着良心 去帮那些狗日的 去干坏事来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提防 村上那只老狐狸 这绝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张老爷 我再给你看样东西 你看看照片上的日期 那个时候 你也就两三岁了 可照片上的这个孩子 肯定不是你 张老爷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去问一问张老夫人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我呢 是想帮你重新出山 张老爷心里一定在想 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也许你不会相信 我完全是为了你着想 为我着想 你有这么好心 当然了 我这么做呢 是要向你提出一些条件 作为你对我的回报 什么条件 你的码头 你我一起经营 如何 什么 你要占我的码头 哎呀 张老爷你误会了 你的码头和船只 只是帮我运一些货物 你的生意 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而我的事 你不要过问 怎么样 张老爷 你不是张老太爷亲生的事 我还能弄到更多的证据 这事要是传扬出去 那后果可想而知啊 你根本不可能再成为张家的继承人 再说了 张老太爷在日本治好了病 重新振作精神 在日本的生意做的是有声有色 而且还积攒下了一大笔财产 而你又不是张老太爷的亲生儿子 那这笔财产 可就没你继承的份啊 到时候 你可是一无所有啊 张老爷 如果你能和我合作 一呢 我不会泄露你的身世 二呢 我还会帮你得到这份遗产 好 张老爷 这件事情呢 你不用立刻回答我 你再好好地考虑一下 过两天 我再来听您的回应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 你这么有把握 张老爷 贵公子叫张子清吧 听说他最近遇到了些麻烦 而且是大麻烦 只是你看着办 记得要是说 未经理救护 我已经不认了 但我作为这家里 为何要不认了 我最高 Shall I 不认了 你也就能否认了 我才不认了 你还想在内地 我说明说要不认了 是什么 你今儿还不认了 我真聪明者 鸭子 这在义自 我好好认了 老夫人 是袁姑娘啊 老夫人 我是专程来给您道歉的 我昨天情绪太激动了 对您有所冒犯 老夫人 您就看在 竟如是一片真心的份上 别跟我这小辈生气吧 我怎么会跟小辈计较呢 袁姑娘 是不是也该改改自己的脾气 不用这么锋芒毕露 老夫人教训的是 不过 最近家里大小事情不断 而且每件事情的矛头啊 都直指大老爷 我觉得 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竟如见了张家 就把张家的事情 当做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 就义不容辞地去查明真相了 至于锋芒毕露嘛 老夫人 您可能是误会我了 我从小就心直口快 大大咧咧的 可能给您留下不好的印象了 不过这些 我以后都会改正的 但是 竟如也不想做一个 虚情假意的人 更做不到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老夫人 您也不想我变成那样吧 其实啊 我小的时候 我妈难产就死了 我是跟着我爸一个人长大的 有的时候啊 我可羡慕子清了 她有爸爸 妈妈 还有奶奶 袁姑娘 我 没其他事的话 你就回吧 老夫人 那我告辞了 再见何叔 老夫人 我看 袁姑娘挺诚心的 诚心诚心 光说诚心有什么用啊 你看看 锦臣的事本来我们想得够周到的了 可现在弄成这样 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让你去查源头 你查了吗 我让人查了 但是还没查出过眉目来 连你都不能让我省心 上次那个日本医生说的话 你也说去查 怕也是没查出过所以然吧 我让老夫人失望了 何叔 在这个家我还能指望谁呀 再去警察局问问 再去警察局问问 看看锦臣的事他们查得怎么样了 是 老夫人 你带人去把张子星抓来 你带人去把张子星抓来 要抓子星 为什么 没什么为什么 让你办去就是了 怎么 不想去 嗯 是 哎呀 我走什么 快走吧 少爷 啊 不可找到你了 什么事 还常让我告诉你 说 张跟发 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没想到 他会去韩昌那儿躺来 这事我知道了 我会小心点 你告诉韩昌 让他小心一点 还有 这段时间我会离开上海 啊 少爷又要出门了 你要多帮韩昌 他肯定有困难 我会尽快回来的 你要记住 现在的少爷是韩昌 我明白少爷 走 来 喝 好 这冰四啊 挺气派的是啊 四里军火当然转弃 紫卿快跑 紫卿 啊 走 大子青是吗 和我们走一趟 走 走 老夫人 老夫人 什么事这么急啊 老夫人不好了 子青被抓了 什么 怎么回事啊 听说子青少爷私运军火 私运军火 不可能 锦林呢 锦林他上汇丰银行办事去了 他不在公司 废车 我亲自上警察局去 是 老夫人 一个叫村上的日本人来访 不见 我来我来 老夫人 老夫人 这是上次给您看病的那个日本医生 村上救夫 叫他进来吧 是 老夫人 看您的气色 就知道您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好 请坐 好好好 是啊 我的身体很好 先生这次为何事而来 老夫人 这是造谣诽谤 这简直是 老夫人别着急嘛 这只是报纸的小样 还没有开意呢 只要是我不松手 外人是不会知道的 是 村上先生这么做 不会没有条件吧 啊 哈哈 请坐 老夫人 不愧是个明媚 今天村上 确实有事 要求老夫人 哦 哦 我虽然是个医生 但是结交了不少朋友 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 想借老夫人一条道 什么道 码头和船 什么 你要我的码头和船 哎 老夫人您别着急 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我的这位朋友啊 只是想借老夫人的码头和船支 运点货物 绝不会影响老夫人的半点生意 村上先生 你朋友的货运到何处 哎呀 老夫人 船在海上走 莫奔亭何处啊 啊 村上先生 哎 我绝不允许我的码头 我的船 做有爱国家有爱国民的事 啊 老夫人 难道 你不为你的孙子想想 村上先生 嗯 你是在威胁我 哎 不不不不 老夫人您别误会 我真是为您着想啊 哎呀你就这么一个孙子 可他现在已被抓进了警察局 嗯 温着冷烈的空气 仿佛是你深深的担心 无论隔着多少距离你 我依然在想着你 我爱你爱你爱你爱到底 不管面对多少委屈 为你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惜 我的心只会为你呼吸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转全都是你 天旋地转全都是你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人啊熊熊灭后 沾上我的心 来生也要和你在一起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讓我的心 安心也要和你在一起 永不分離